萧炎一正,抬头看向了半空之中出现的身影,而这道身影正是跟随着萧月离合旺财去修炼的龙翼。 如今的龙翼不样发生了变化,一头长发在其身后,额头上更是长出了两颗龙脚,脸颊两边能够看到闪烁的龙鳞,身体之外更是有着如同附着在身上的铠甲。 身上散发着一股震慑心魄的气势。 弟弟别担心,有我。 龙翼的声音缓缓传出,他的出现立刻让周遭所有黄谷凶兽都是俯首称臣,敌吼变成了乌业,没有一头黄谷凶兽再敢上前。 龙翼 萧嫣目光震惊地看着半空之中模样发生变化后,从以往傻傻的模样改变成为了目光凌丽的身影。 萧嫣看着龙翼变得更加霸道的模样,让萧嫣内心一震。 龙翼变强大了,这本是好事。 但萧嫣知晓,鸿蒙星一战对于龙翼内心造成了巨大的打击,才让龙翼蜕变得如此迅速。 我生了什么? 助力在远端的身影,原本已经做好看一场大戏的准备,眼下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感到无比诧异。 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,让所有黄谷凶兽全部退缩,无一赶上前。 他的目光凝聚在了龙翼的身上,看着周遭一头头黄谷凶兽俯手无业的模样,瞬间明白了一些。 嗯?血脉压制吗?怎么可能? 即便是血脉压制,也存在种族之间。 这些黄谷凶兽都来自不同的种族。 莫非其血脉能够震慑所有黄谷凶兽,若是如此,那得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做到? 身影难难开口,但无法理解,龙翼是怎么做到,震慑周遭数百头黄谷凶兽的。 但事实上,的确就是如此。 没有任何一头黄谷凶兽敢抬头注视龙翼,已经不是实力压制可以做到的了,那就是源自体内血脉的压制力。 倒是令人意外,不过虽然血脉强大,但本身却太弱了一些。 居居四星斗生而已,连十万星辰底蕴都没有。 我倒要看看能压制黄谷凶兽,我不信还能压制杀伐之魁。 神影说道,其后朱莉的摆到神影,缓缓向前。 若仔细看去,这摆到神影的面庞上,都带着让硝烟感到熟悉的面具,恐怖的猩猩面具。 猙獰的模样,如黑洞般的双眼,一个个发出古怪的笑声。 给我上。 神影当即一抬手,左右带着猩猩面具的摆到神影,齐齐略出。 没有章法的,以古怪的飞行姿势朝着硝烟等人掠来。 东野,你能让他们帮忙吗? 硝烟问道,若是这些黄谷凶兽能相助他们,那么此次就算不得什么危机。 不行,只能血脉压制,若实力太弱,无法让他们真正臣服于我。 龙翼摇了摇头,回答道,硝烟实际上也没抱太大的希望,能够将这些黄谷凶兽压制住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 若是龙翼没有及时到来,现在恐怕会是另外一个局面了。 看着呼啸而来的众多奇怪身影,硝烟看到了他们脸上的星星面具,立刻眼神一沉。 原来如此,搞了半天,在沙发天之中,就是你动的手脚。 硝烟沉声开口,眼中散发出了浓浓的战意,最后可让硝烟伤得不轻,甚至差点真的被困住了。 当时真是有些大意了,若那时将你抹杀,恐怕也没有陷在这些事情了。 身影沉声回答道,硝烟眼神变得冰冷起来,身上的肃杀之意更是弥漫开来。 但周遭这些戴着星星面具的沙发之魁,可并不好对付。 有几个杀伐之魁的速度快一些,迅速迫近,就在此时,一道黑光呼啸而来,落在了这些杀伐之魁的身上,直接将其一分为二。 萧月离归来了,萧炎守之八荒玄重时,他的目光并未看向这些杀伐之魁,而是直接朝着后方的那道身影锁定了过去。 萧月离,保护好你娘亲,这些就交给你了,那人交给我。 萧炎对着回归的萧月离说道,看着四周发生的一切,萧月离心中暗惊,自己离开了片刻,没想到就发生了惊天巨变。 看着四周数百头荒骨凶兽,心惊不已,那不是畏惧,而是后怕,自己的离开简直太过冒险了,好在是没有发生什么,否则他会无比自责。 萧月离闻言后,看向了后方的那道身影,不光凝视,缓缓道。 赵太吗?七星斗神后期,爹爹有把握吗? 他的元气底韵,应该没有破衣吧? 萧炎问道。 萧月离摇了摇头回答道。 没有,七千万左右。 七千万吗?问题不大。 萧炎眼中散发出战役,之前连堪比八星斗神的皇谷凶兽都敢杀,更何况七星斗神后期的赵太呢? 杀法天之中,他陷害萧炎,自然让萧炎心中对其心生怨愤,唯有亲自动手,才能解除心头之恨。 雷七剑术,助我杀出一条血落,让我斩了他,杀法天最后,就是他出手陷害于我们。 萧炎赤声喝道,想要到达后方的赵太,必须得穿过呼啸而来的众多杀法之魁。 雷七和剑术二人点点头,身形当即移动。 两名女子默然出手,雷霆和刀光,便是声声为萧炎开辟出来一条路径。 从萧炎所助理的方向,正好被雷击和剑术,将杀法之魁清理出一条通道。 在那尽头,就是赵太。 她的目光和萧炎的目光,挡起便是碰撞在了一起。 与此同时,萧炎脚掌微微向前一踏, 身形便是化作长虹,直指那远端助理的赵太。 六星斗神钟情嘛。 看着呼啸而来的萧炎,赵太眼眸微眯, 感受着萧炎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,难难道。 但是赵太眼中没有任何戏谑之色, 面对仅仅只是六星斗神钟气的萧炎, 赵太眼神也变得十分凝重。 有两名七星斗神没有前来, 难道是这看起来弱一些的六星斗神敢与我一战。 此人并非鲁莽兴事, 定是有足够的信心才敢与我一战。 赵太目光阴沉, 他一向谨慎, 在他身上甚至看不到寻常强者本会拥有的一种傲慢。 感谢观看